车子被终横落石砸烂 一家五口夺死劫 这里没把我撑啊 用怪手拉啦 富人受困在被巨石砸烂的车中 动弹不得 消防人员破坏车体后 终于将受困在车内的富人 救出送医 今天下午 真耶稣教会的船道林宋怀 受邀要去台中和平区的 环山部落传教 他开车载着妻子 六个月大的儿子等一家五口 到公平公路德基水库附近 突然有一颗重达 300到500公斤的巨石 从20公尺的山坡滑落 砸中引擎和副驾之间 车子过去 在脑中间整个掉下来 扎到 就整台车都弄起来 虽然太太脚骨折 儿子头顶撕裂伤 她下巴撞伤 还好都没生命危险 丈母娘和小姨子则毫发未伤 动新闻上帝保佑 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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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